今日討論一下地產話題 就是這個太古賣樓 因為聽到一些消息 太古現在在代價而沽 這個太古城的一期寫字樓項目 其實之前 我覺得這件事要連同幾件事一起看 首先其實太古不是第一次賣樓 香港賣這些大型的項目 基本上是太古城的三四期 還有就是又一城 這些都是曾經賣過的 另外一方面就是郭泰 又一城是太古的嗎 是呀 又一城最初是有一個大陸 其實太古當時是賣給新加坡 是的 現在由新加坡 大馬石的 下面的一間專門做物業投資公司 說一說太古今次 其實大家對於它賣樓 就有很多選擇 當然有很多就說 因為它其實覺得在香港做生意 開始有些困難 就是英資的身份 你覺得這是不是一個可以就這樣順理成章的解讀 我想英資的身份是做困難的話 不是由今天起 是由 如果它覺得困難的話 是由97年起 但是問題是 如果他們覺得困難的話 太古和渣瘟都很積極投資大陸 我想香港的情況 對他們的限制 是不會比大陸 大陸還說 如果是鴉片投資 那些 所以我覺得 不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 至少他們 他們不是撤出香港 只不過他們更加投資大陸 就是覺得 可能香港的機會不太好 但是 毫無疑問 太古在那個地區經營了那麼久 雖然 它可能算不算核心 難說 因為它是否賣了商業 換回一些 換回一些 是那些叫做 留一些商場 那麽不敢包 但是我賣商業 我就有少少驚訝 因為它都有很多知識 沒錯 可能是一個地頭來的 所以其實 我想這件事 如果分析 就可以從幾個角度看 第一就是 太古仿仍在 太古仿仍有很大的發展空間 因為當中 其實還有一些 可以再翻身 可以再重建 那些的部分 另外一方面來說 就好像你所說 其實我們看它賣 因為當年 其實它賣有一成 有很多人都說 因為有一成 當時 其實我經常覺得 這些事後好明的解讀 馬後跑 就沒什麽好說 不過都要說給大家聽 因為當時 其實有很多人覺得 是因為這個大馬錫出的價格很好 看回頭 另外一個說法 就說 因為有一成 始終不是一個很核心的CBD 一個商業中心區 那這兩個說法 其實就見仁見智 其實最後沒有答案 因為我想地產界當時 尤其是在政治環境 不是很像現在今天這麽緊張 大家都只能夠從商業角度去顧一顧 但是現在我想今時今日去看 比如國泰事件 之前 譬如上年的一些社會事件的運動之後 國泰就曾經成為封眼 再再 是否都是會令人容易去將政治和商業 去扣連起來去想 如果做到這麽大的商業 跟政治是脫離不了關係 是 而太古 跑得了和尚 跑不了了 它最大的一塊在太古 是跑不了的 你到最後走來走去都是走些 走些是二線 只不過在太古 它在中央 即是在金鐘那裡 它洪霸了 而它另外在一個地緣 它在太古城那裡經營了這麽久 你叫我說 我覺得太古城是比太古坊漂亮 你叫說太古城 對 合理 反而它如果留在太古坊 不理太古城 因為太古城 你現在已經看到 有酒店 有商場 有酒店 有商場 有住宅 如果住宅是它建的 它們的物業管理 它們都拿回 也有五六棟大樓的商業大廈 所以本身 所以賣下一支 賣下一支 就是令人覺得奇怪 是 我不明白為什麽它 如果我是它的 我認為要甩太古城 不甩太古城 不甩太古城 而且它的價錢 我又不覺得很貴 是的 講到價錢 這件事 就是另外一個 大家 我想尤其是中環的地產界 大家都有少少覺得 是不是這個價錢 你是不是都覺得低 我覺得 萬六元尺 至少不是很貴 因為萬六元尺 你在灣仔很多時候 那些二線都賣到 兩萬元尺 即是接近 不是太好的 都賣到不止這個價錢 雖然太古的位置就是壞 但是 太古來講 你自成一國 即是太古位置本身是壞 但是 你自成一國 自己做了一個社區 就不同 但是我不知道它的出租狀況是怎樣 可能它的狀況 出租狀況是ok的 一直都過九成以上 我不知道它的回報 它的數字怎麼計 但是我覺得相對來說 萬六元尺 如果我自己買一棟 即是如果我是一個老闆 我買一棟 玩萬六元尺的話 我買一棟這樣的東西 來自用的話 因為它本身有社區 它本身有社區 它其實出中環 它出中環方便 出中環方便 太古方 因為你如果坐車來說 坐車出中環 太古城 它本身這樣的話 出中環方便 太古方 所以呢 我認為是值得 如果有些大的機構 用來做集團總部 是ok的 其實你剛才提過 走得和想 走不掉廟 都令我想起的 因為我自己以前 其實都跟太古 看過內地的酒店項目 它都做得相當之有自己的特色 還有它那個建築風格 它不會是 可以說 我覺得在內地來算 它是走得比較前的 還有很肯試新的 那些佈局 設計上面 那這個是不是其實 都是說 其實在過去幾年 可能它的內地投資 就像你所說 就真的比較 可能未來 都看到就是 這種脈絡的發展下去 就是說 會比香港更加積極 和直接 香港為什麼呢 如果是這些 好像渣瘟 之類的那些 它可以是 當民了 就是說 你不用賣的 我的新的投資 又不在這裏 就已經夠了 它不需要賣了一些 我覺得那個比較奇怪 比較核心 反而來說 太古也是 跟香港關係比較好的 反而我不知道 跟郭泰有沒有關係 就是郭泰 郭泰覺得 沒有了一個貨幣 我建議 我覺得可能 是一個 有些人就是這樣說 也有人說 會不會是因為 要找些錢回來 填一填 郭泰那個譜 我又覺得這個 又不是很合理 因為 其實 我又不敢說 它杯水車身 但是 如果你看到這麼淡 要拿成 一百幾十億出來 才能夠救到郭泰 這個其實是挺困難的事 郭泰要拿很多錢才能夠救到 郭泰很明顯 這個泰銖要再填 但你暫時來講 你看不到那個泰銖 錢在哪裏 郭泰可能是他的 公多設股 公設股 都要錢的 可能郭泰應該要公股 留一堆Cash 去再造起郭泰 就是很多原因 它這麽大的狀況 就是什麼 但泰銖應該是 那可能其實是否這樣計 因為 我印象中 我聽過的數目 就是 其實 譬如 如果是用回 現在 它之前提出的裁員方案 每個月就欠到五億 那麼 藥莫 它的使費 就變了低於二十億 十多億 那是否就是說 它其實覺得 這次賣 如果一百億的話 其實就是頂 未來的 可能仍然未知的 半年至一年的那種數 我不知道 因為香港政府都會 但香港政府不會再 不會再 應該不會繼續 扔錢下去的 它不會再扔多少下去 始終你要再打起 市場 除非它放棄各泰銅 不過如果給我 就放棄各泰銅 即是你會留地產 我會嗎 我會 我會留地產 不留航空 雖然航空都幾輸 但是比較難做些 即是在未來幾年之中 當然想留航空 這樣吧 因為這一節的時間差不多 其實講到航空業發展 我們 其實下一集 我們又會講一講 雖然航空業 大家覺得 經營那麼困難 但是物流就剛剛相反 好 下一次我們再談過